无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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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着打 冲冲冲冲冲 哎 不能这样被他活死吗 靠谱 现在受伤机率比较少了 因为我们有一个两级的工具人训练师 这两个兄弟肯定有点不开心了 为什么要写出工具人呢 直接写工具总管 工具大总管不帅吗 不有必格吗 对不对 这边工具美食家 对不对 这样去写 多香啊 对不对 工具大总管 工具美食家 工具训练师 嘿嘿 这回合外面没东西打 那就集体训练一次 集体训练一次 9%的纪律 神经病我靠 凭什么 一个主手的钉头棍 钉头锤 主手的钉头锤 这一手我觉得应该是让小赵上吧 百分之五十五的几率 对吧 小赵上 红魔线休息 然后那个 正好 小赵上 红魔休息 像你啊 赶紧压肚给你 信你一手 吹他一脸他几级嘛 弟弟 BGM起 给我来个盾牌猛之 你现在可以拿单斧的 像个围巾人一样 他是个人类 拿单刀的 不存在毒挡的 这一手稳稳当当 小赵 冲 盾牌猛之 啊 削他 nice 盾他 各挡nice 打我5点9点血 你怎么打什么东西呢 你打什么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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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盾牌猛之被他闪避了 没关系 我就凤凰格挡 他打我就没伤害 你们看到没有 我怎么感觉我要掉下去了 我感觉我要掉下去了 盾牌猛之准备 盾牌猛之 44点伤害 我靠 这个盾牌猛之无敌 好吧 还能补一刀 一个暴击 我们现在已经有点盾男的味道了 帅 修脚 非常之稳 非常之稳 修他脚 升直到5直 正好跟红魔一起5直了 nice 真的 我觉得现在把这个棒锤再给他 小赵更厉害了 加暴击 这个棒锤看起来还不错 我也觉得 怎么了 你的两个角斗是红魔和靠谱 因为一些小问题产生了冲突 作为主人 你怎么怎么整 不管他们让他们的好感度降低 关我批事 你们俩随便降低好感度好来 小赵什么也别想 就点他的耐力 然后盾牌也可以开始点起来 好小赵这个武器又坏了 上一回合用的是战斧 这个战斧可以留一留 因为我们现在武器比较少 如果有担任武器的需求 可以给他战斧 对吧 暴击伤害 暴击的话有185的伤害了 可以的 小赵现在这个踢已经越来厉害了 小赵这个踢越来越厉害了 小赵有一个比你强的多的敌人 什么挑战者 而且小赵训练加很多经验值的 特别酷 挑战者 红魔还需要再休息一回合 小赵没升级 升级点没点完吗 技能点没点 快快快快 把他抗性的点到满 他就防御力更高了 看一下最后有什么操作地方 这里有个什么 一个四级 一个四级 这个应该小赵和猴魔去 对吧 小赵和猴魔去 两个五级打他们两个四级 应该是稳的 二打二 二打二 可以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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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压 压自制 冲 应该是稳稳当当的 稳稳哪下的 两个弟弟 弓箭手 哈 两个弟弟 看我兄弟俩 一高一矮 这次小赵带着棒锤来的 嗯 冲 盾牌猛之 晕一个 敲他 nice 他这个发来啊 弹射剑 我去我让你弹跳 还战斗呐喊 我让你呐喊死 这边要追死了 小赵这边盾牌猛之 就格挡 nice 格挡太吼 挣脱 挣你个头皮 敲他小赵 敲他黏住他 红魔马来来了 一脚踹飞 好 好 好 这个太狠了呀 红魔这个一脚踹飞真的太狠了 盾牌猛之 把他晕得不要不要 一刀削掉 我们兄弟俩现在打佩合可以吗 两个晕 两个晕还是很啊 两个晕虚还挺狠的 一个盾牌猛之 一个脚踹 借也我过来一脚 过来就是一脚 你看小赵就扛伤害 现在这个可以 红魔疯狂打输出 nice nice 好起来了 小赵有点弱 你不能这么想 什么叫踢嘛 踢的主要意义就是吸引人 等他有嘲讽之后 两个人都射他 他就疯狂的格挡 踢很重要的 你千万不要觉得 好像看上去 小赵就这么回事 这很烦 他好战 看一下有什么小动物 一只野猪 四级的野猪 可以打20硬币 很赚的 上面这个狼王 这个不让我参加 野猪打一打 就神经病0% 我就贼吃 真的我就觉得 小赵怎么就输 我惊了 我惊了揍他 莫名其妙 凭什么就零 我们拿着棒锤来的好吗 抽他脸 我就看一下什么叫零 他400多血量 一锤子晕掉 小疯狂闪避他好吗 我想到很肉的 又格挡又闪避的 慢慢打呀 不怕的 慢慢打 盾牌猛击 就靠盾牌猛击输输 怎么就通晓了 不要不要不要 完了先完了 我没叫你 我说小赵 你在玩游戏吧 应该叫红魔红魔 没有叫红魔 我在叫喊 好了他死掉了 你们四个生子 我被猪拱了 我被猪拱了 他被人家干掉了 我神经被挫伤了 打不过猪很正常 他血太多了 他那个是瞎搞 怪不得百分之零 对吧 他这个瞎搞 他这个猪是作弊的 哪有这样的猪啊 你见过这么厚的猪吗 他不合理 红魔打也是百分之零啊 打不过 哎呦我擦 点错了 那我们就看一下 红魔能不能搞定他吧 红魔打猪 武松打虎 红魔打猪 可以啊 冲呀 脚踹他 我踹他没伤害啊 可以吧 哇塞 红魔好像可以吧 一旋风的 哇塞好帅啊 红魔好帅啊 不是被打到了 好像就有点不太帅了 哈哈哈哈 一旦被打到了 就不太帅 不不这个这个这个是我点错了啊 这个点错了 这个猪啊 跳跳的真的有点狠啊 实话实说 这个猪跳跳的 属实有点厉害 属实有点厉害啊 那猪跳跳的就跳你一脸 训练吧 这回合训练吧 好好训练吧 没必要 咱们何苦呢 就是一只猪而已 咱们给他留一条生路好吧 留他一条生路 小赵和这个靠谱继续训练 红魔回下雪 这次有东西了吧 四人小队都是两级 有一个五级 有三个一级 送我们一把双手服 先看看啊 这个动物呢 这只野猪不能参加 这个呢 又一只野猪 两个人打一只四级的野猪 给一块盾牌 三个人可以打这个我觉得 靠谱守战了 我觉得打这个好 不要打野猪 这个野猪不划算 这野猪又不能堵斗 对吧 这个可以堵斗的 主题当队长 可以吧 小赵升级了 小赵升级了 小赵升级 疯狂点盾牌 嘲讽出来了 嘲讽出来了 兄弟们 嘲讽出来了 嘲讽很关键的呀 这个群潮 群潮我觉得都点满啊 必须得点满 太重要了 这一仗 只要我们工具人厨师不死 我就给他智慧留在我们的主力队 好吧 美食家如果不死 我就给他赐予姓名 没错 我就给他赐予姓名 兄弟们 真的 我今天把话放在这儿了 美食家不死就赐予姓名 对方现在三个是一级的 来看我们镜头就给美食家 看一下美食家表现如何 冲 我们三个四个走一起是最好的 双刀 带头冲锋 美食家冲了 美食家一个闪遍 美食家疯狂输出 美食家扛在最前面 扛出了三人的伤害 但这时候嘲讽了赵B1 赵B1个嘲讽 死掉两个 来死啊 美食家疯狂输出 万一刀两刀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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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食家又是一个 美食家受到了伤害 美食家又带头冲锋了 哇 美食家脑子上面全是剑呀 强啊 你看看呀 他脑瓜子上全是剑 比两上还不见 美食家一直打出了200的伤害 还扛住了全队最高的伤害 哦 美食家转阵 绝对转阵 绝对转阵 这兄弟可以的 开什么玩笑 厨子的逆袭 兄弟们 这把双手斧 由我们那个日本刀厉害吗 要看一下 这两把武器看一下 这个加一点精准 攻击速度上肯定是50件块 50刀吧 50刀攻击 攻击 攻击频率高 刀好吧 我还是觉得刀好 双手斧先留一留 好了呀 兄弟们 转阵了呀 美食家转阵了 给起司一个 起司 好 起司转阵了 好歹给人家头发动起来 可以的 我觉得行啊 给他拍个新的照片 保存一下啊 可以的 这个起司可以的 你看他跟靠谱很配啊 对吧 就一看就是精灵组 还是比较配的 是吧 我觉得可以 来 我们现在96银币 好起来了 好起来了啊 这回合我们可以去逛一逛超市吧 我觉得有资格逛一手超市吧 所有人都撞得很好 外面没东西打 我们逛一手超市 是的 我应该买装备啊 应该买装甲 我觉得 重型头部装甲 兄弟们 消费一波吧 这个给小赵呀 这个蓝头脚头盔 50银币 赵道理呢 应该是先买这些小装备啊 先买这些轻甲的 对 不应该太中洞 太贵了 属丝有点贵了 对 买把长弓怎么样 精准加二呢 买把长弓起不更香 对不对 买把长弓吧 我就买把长弓 给靠谱加把弓箭 咱不能冲动 咱不能冲动 不要冲动 走走走 换地儿 白的实惠啊 现在还是白的实惠 然后你们想想 起司线身上屁都没有 不过起司线暂时不需要装备 因为他在那个嘛 他在锻炼 就这一波是这样的 我们给靠谱买了一批 买了两把箭 买弓箭 然后给这个 红魔换条裤子 就行了 我觉得可以了 其他都不要买了 鞋子要买一个吗 重甲鞋子 两个重甲皮鞋 行 这两个皮鞋给他买了 两个重甲的鞋子买了 这两个鞋子可以买 对 可以给小赵和红魔补上去 两个主力补上去 不可能随便被秒的 手套来一个 两个重甲手套全买下 对吧 这样子我们 红魔和赵玉的装备就堆满了 白色的对吧 可以 就这样吧 留下70银撤退 这不能随便消费的 又有人关系不好了 吵架了吵架很正常 这一回合我们所有人状态都很好 首先是鞋子什么都可以换掉了 一套角斗式装备 小赵头盔也去掉 像个男人也不要头盔 好吧 这种头盔 奴隶头盔有什么屁用 一套 稍许超一点没关系 我们接下来升级的话 可以把这个重甲的东西改一改 你看看红魔肩胛 天呐 是不是把铲子把后面木棒给它拆掉了 然后装在这肩膀上 靠谱的弓箭换一换 箭带换一换 好 下面这边都弄掉 靠谱没有那个什么 训练场三个人在训练 医疗室这个可以先去掉 因为现在没有医疗压力 就是我们的大总管来做厨房 两个人打一级巨数 两个人打一级巨数 我觉得合理 有个十一级的战士 乔治亚纳 不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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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打巨数应该没什么压力了吧 我想让靠谱练个极 红魔加靠谱 45% 起司再改流派 不着急 红魔加靠谱都是可以 要不小赵加靠谱 小赵是扛的踢 不对 这个东西应该快速打掉 所以说应该是红魔来 对 红魔靠谱加小赵的话 可以经验多一点 对 但是这个东西还是安全起见 你不要太冲动 让红魔多打一点也没关系 红魔而且练起来 对我们也是有好处的 他现在有一把新的绿色弓箭 还有一套装备上来了 他的武器好了 我觉得应该是靠谱的伤害 不会打太低的 你看脚踹一下 一个旋风斩 刮死一个 这边弓箭手继续输出 一个旋风斩 靠谱就精准不够 你看现在射不动 应该是射不中 就射不中 靠谱就射不中 靠谱在干嘛 没事混吧 你现在就来混经验 也正常 他刚才对着那件 转圈圈 确实伤害打的不多 135杀掉一个 承受点伤害 都没有受伤就可以了 也行的 你总要给他混点经验的 你不然永远都菜脾 爱的魔力转圈圈 怎么又吵架了 天天有人吵架 啥事不干好 就吵架 再看一下什么可以干的 这回合 啥也没有 这回合啥也没有 咱们过一回合 可以过一回合 有没有什么可以打的 最近都没东西打 一只五级的蜘蛛 太危险了吧 一个六级的矮人 一个六级的矮人可以搞 六级矮人打 六级矮人去 老赵可以上 五十五十 红魔上 排门之塔 冲 盾排门之塔 盾排门之塔 被驴拉满 不对是矮人不是蜘蛛 哇他装备好像有点好嘛 我们装备也不差 好吧 看不起谁 矮人之战 有没有情形 我不需要头盔 小赵不需要头盔 我没有盾牌的 不怕他的 一点不从他 上 盾牌猛之 硬掉 锤他 耐斯 甩不到我的 我一个闪屁 锤他 还致盲我 狗贼 耐斯 锤他 盾牌猛之 半血 矮人之王 赵薇薇 三顶矮人之王 智芒粉尘 你再 甩我 甩我盾牌猛之 我锤 何打 耐斯 锤他 小赵 盾牌猛之 被他闪避了 不要慌 锤他 一个暴击 有点难受 而且被毒了 小赵行不行 锤他 他怎么能回血的啦 锤他 锤他 他怎么能回血 他凭什么回血啊 锤他跑了 小贼的吧 锤他小赵 锤他 锤他对 再锤 小赵看起来有点冷冷 一个闪屁 nice 锤他 输出太少了 输出太少了 盾牌猛之 打不出来 盾牌猛之 打一个 小赵盾牌猛之 小赵 逼到绝境 锤塔 哎呀 他这个回血比我们打得快 哎 他7点血啊 小赵 小赵 哎 他4点血啊 哎 不能这样被他摸死吧 小赵没起力了 我靠打不出第二下 完了完了完了 啊 小赵 nice nice 现在我也在回血 小赵也在回血啊 格达 芝麻粉串拦住了 撕裂血 小赵也在回血 矮人的技能触发了啊 爱上币nice 一锤子 一点血 一点血 哇 就 这么挣扎的吗 哎呦 两个矮人打的是真的 哦他站起来了 这个B还能站起来 我的天哪 这个狗子还能站起来 小赵缓坐 缓坐 闪避闪 稳坐 锤塔nice 哇塞哇塞 他点了技能的捍卫者 啊 痛痛痛 芝麻粉串 闪避闪避 垂他nice 修他脚修他脚 可以 闪避nice 好球 紧张紧张紧张 矮人之间的 荣誉 矮人的荣誉 这边矮人 不要跑啊小赵 你这不能跑啊 没事 跑的话回回回体能啊 啊 盾牌猛之 nice很关键 一锤 这是战术撤退 大家不要慌 再来锤再来锤 nice 他傻掉了他傻掉了 他愣住了 他愣住了 nice 4 对方被激晕了 对方被激晕了 哇这一手哇 重伤 我的天哪这一千点经验值 天哪 只剩18%的健康值了 这一手小赵可能要蹲一段时间了 要在家里面待一段时间了 哇这次 钱是赚到了啊 但小赵重伤 主要是他能复活 我是惊了的呀 什么东西 你好 我是荒芜堡的女主人 我代表所有主角度场给你写封信 我们要参加 然后证明自己 好 主人恭喜你收到了荒芜堡出席春季赛的邀请机会 可以 没问题 我将取得胜利 稳稳当当 结束 就我们多了一个新的任务啊 还有70天就会有春季赛 起司的话还有4天就会流派学成了 属实是伤得有点严重 伤得有点严重 一回合才加14点其实 还需要一段时间啊 那红魔可以带带队了 现在靠谱和红魔在修炼场 世界地图看一眼 两个人打四只狼 给我一个轻型护腿 现在红魔又能转 他不像以前 他不像以前 而且我们有装备 好吧 他不像之前我们打狼王的时候 我们之前打狼王没有装备 现在是有装备的呀 兄弟们 有装备这就不一样了 那能一样吗 你们不能这么想的呀 破狼王 红魔杀 可以 薛夫人准备冲撞 nice 吸引伤害 狼王去撵 撵靠谱了 狼王撵靠谱 靠谱现在被黏住了 稳稳当当好吧 这手 把狼王秒掉 靠谱 nice 干嘛要冲上来射了 你就不能站在原地射吧 体能是个大问题啊 我们这些 体能是个大问题 暴击了啊 靠谱可以扛住伤害 两个人 打得比较伤 但是还是拿下了 天脸输出啊 打得有点伤了 靠谱没有怎么受伤 但红魔受到了重伤啊 红魔把扛出了四个人 我们两个阻力都重伤了 但靠谱生了一波急 不亏不亏 反正 红魔跟小赵一起在医院里面吧 躺一段时间 两个七级了对吧 消费去了啊 走看看有什么好东西 嘿嘿有钱了 好起来了 我就跟你们说 我今天肯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最好能再来个厨师啊 最好能再来个厨师 看一下有没有好的厨师啊 你好战吗 买个头 蓝头还是能带一段时间的 而且红魔那边还没头呢 对吧 小赵这边这个头给他带上 立马就不一样了呀 兄弟们这个T还行吗 看上去 立马就上头了 一看就是个战士 立马就不一样了 立马就不一样了 然后我这边有一个操作啊 起司这边这个斧头啊 闪避率不用给 起司虽然双斧很厉害 但是现在目前来看 闪避率对起司这个双手武器来说 没有用啊 既然闪避率对起司好 他不是狂战士吗 被打了之后会回血的 会攻速加快的 然后这把战斧 和这把角斗士之剑哪一个更好做 做我们小赵的这个主武器啊 就战斧 好吧战斧 你主要就是扛伤害啊 攻击速度无所谓 体力节省无所谓 移动速度无所谓 闪避率无所谓的 其实那个闪避率应该给我们 对吧 就是那个闪避率 我们本来已经减了10%的闪避率了 不需要闪避率了 来 对吧 小赵拿这个减闪避率的 他本来就减10%了 闪避率现在多少 闪避率-4 赵威和红魔还在恢复自己的血量 这回有什么打的吗 别急 别急 我觉得可以让他先先练一点 这次是狼王 狼狼狼 哇塞都扑出来了 这个草药 屁哥 野猪不让我们去啊 继续盗贼 把他索性练满 40赢 咱俩去 弄打过吗 呵呵 弄打过吗 冲啊 谁松谁小狗 哈 谁松谁小狗 走啦走啦 几头狼 冲啊小赵 盾牌们直接先晕了狼王 小赵在前面扛着 敲打军盾牌 疯狂的须寻求被输出 小赵感觉被输出的有点痛 半血掉下去了 死掉一个暴击 耐死的攻击手 再输出快一点呀 要马达啦 要马达啦 有一个害怕跑了 有个害怕跑了 可以小赵继续考虑伤害 分开了他们的伤害 靠谱你靠谱点 我继续在闪避 我要不行了 挑击盾牌 靠谱啊 狼王被击倒 nice 暴击83伤害 靠谱可以 哦小赵昏迷了 小赵昏迷了 哦小赵在手昏迷了 昏迷了 小赵努力过 哇都扑出来了好吧 这一波家里面赚了好多钱啊 但是小赵昏迷了 为了这一仗 小赵直接 昏迷了 超级重伤啊 谁再说这把我是混子 我举报了好吗 我都昏迷了 我一个人承受了所有 你们还还嘲讽我 我这贼气 来我们这边把这个常用 这个日常饮食给他研究一下啊 现在钱够的情况之下对吧 启斯现在有观众说他的这个 士气值跌的有点厉害 其实还是扛得住的 目前他的士气值还是有的 然后靠谱这边就果断的练到了 这个六级 然后他就可以点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燃烧键了 直接点满燃烧键无敌 对吧 他现在就一个燃烧键的制裁 然后我们点精准就完了 好 先看外面有什么打都没有 哥布林战士和哥布林弹弓手 这里送我们一把绿色的双手斧 我觉得我要冲动了 我觉得我要冲动了 为什么呢 这一手应该是靠谱加红魔 可以打得过的 红魔应该可以打得过的 靠谱一顿输出 就是一个前排一个后排嘛 等启斯出来了 再带着启斯去打4v4就好了 炼机很快的 只要不死什么事没有 来了来了 红魔一个小踹 这个进展直接倒地 一个燃烧键上去 舒服 伤害猛出 直接秒掉 又是一个燃烧键 打他后排的弓箭手 一个猛踹 一刀 这把斧子我一定要拿 因为红魔需要这把斧子 大家看这个体能消耗特别快 主要还是体能消耗问题 无敌 拿下了 体能消耗太快了 他送我们一把斧子 这把斧子 绿斧子减体 加5%体能节省 正好红魔用 对吧 这是把双手斧 后排一起来就不一样了 什么东西 商人来送人了 这是一个远程 狂战士领导者 一般 这是一个耐力8点的灰兽人 长柄指挥官捍卫者 1013 8耐力8一指 这个还行 乔义还可以 兄弟们 可以让他成为长柄指挥官捍卫者 要不要现在养多人 这个属性还可以 1000同比就是10银币 他不是体 他是个长柄 我觉得我们现在的阵容是正确的 就不需要再多人了 说实在的 说实在的不需要再多人了 对 我们起司是双手武器 就是一个双手 双手剑一个双刀 我们还有一个远程 要不就先放在家里面 先买了吧 我觉得 反正也不会吃亏的 买着就买着了 对 先买了吧 这个桥1可以进 灰兽人做长杆还是 听上去还是比较香的 对吧 灰兽人长柄武器 还是比较香的 先买了吧 万一有受伤的还能换一下 而且他也可以一直训练 对吧 上一个党的长杆 长杆的人就是大猫 现在还是大猫 先把侯膜的武器换下来 这把双手斧就正好把侯膜用了 现在侯膜的负重越来越没有那么高了 然后大猫就在家里面训练 一级慢慢练好了 他因为是个后背 是个备份后背人员 对吧 也挺好的 现在对我们来说没有什么问题 然后侯膜继续进医疗室 赵鱼应该是从昏迷中站了起来 丢一天过去了 又来了个奴隶 5级的罗宾逊 5级的罗宾逊 他是狂战 狂战捍卫者 血亏 早知道吗 先 哎呀 算了吧 而且智力太高了 智力这个属性没什么太大用处 巨绝了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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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力太高了 对 哎 两个小小队 有一个七级 这个没什么好打的感觉 一个人打一个八级的防地美 人类 哎呦我就受不了了 我们靠谱能不能上啊 47% 有燃烧剑我觉得靠谱可以 我觉得靠谱可以的 你们有没有信心 其实实在不行红魔上 就一点都不怕冲 燃烧剑贼无敌好吧 燃烧剑贼无敌的 随便打 燃烧剑减意志的 靠谱可以 他意志被我们消磨之后 整个人就没有战斗欲望 oh shit man 是个盾难啊 不要怕 这个保持距离有时候他不好用啊 看一下啊 好保持距离 至残燃烧剑 压制机没打中 燃烧剑也没打中 现在输出上面我们绝对比他高 可以 举剑 好像有点卡地琴但问题不大 怎么就跑了啦 宝宝 靠谱宝宝不要跑 制裁没射中 燃烧剑也没射中 没体能了 就我们这个技能怎么就放不出来的了 你在摆什么标枪了 就举人不射我去 摆什么标枪了 我惊了呀 没体力了是吧 主要两个技能打不出伤害我靠 弓箭打不了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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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盾太亏了 对 靠谱打不了盾 打不了盾 那是红魔去吧 红魔反而满血了 红魔应该稳稳的吧 揍他 现在有斧头我就去 来他个脚踹直接踹地上 现在我们有脚踹的 搞什么 红魔有脚踹的 直接给他踹地上 红魔打得过 红魔打得过 他正好是个盾男 红魔好帅 你看看 很有腔调 很有腔调 冲呀 刚刚拿来的双手斧 一脚踹飞 一个冲锋 一刀下去 再来个回旋击 一斧子下去半血 体能又不够了 这个体能是个大问题 技能太多就这点不好 但是我们这是为了团战 团战其实真的很重要 基本上打不出我们上 一脚踹踢 踹飞 你看他打我不痛 主要是他打我不痛 他跑了 好了赢了 红魔还是厉害 红魔还是厉害 一刀子 这个双手斧已经很强了 准备再来 再来一刀子 十 十 十 加了8点影响力 可以 技能多体能 就是体能用的很快 像这种单挑局 其实可以不用刚才那种旋风斩什么的 还有冲锋什么的 对就单挑局我们有时候要调配一下 不过这两把问题不大 这两把问题不大 又送人来了 十二点一只 双手远程游侠 这个太乱了 一看就乱掉了 单手搅斗士 下面技能没点 十点敏捷 双持一点 单手武之七点 看一下 这是一个多武器大师没有 蓄力斩没有 我把他这个中甲点满去 我这里测试一下 因为以前我们测试过的 就是先保存一下 这个还没有点 还没有点 对吧 两只我如果点三只 我们现在看一下 现在外面是 23.8对吧 这个技能是减少 减少 中甲的 重型铠甲负担40% 你看呀就是跟以前一样的 没有节省呀 我惊了呀 哪里有减 节省了 所有重型铠甲增加的重量 重量负担 减少40% 他还是23.8 其实点一点就可以了 这个很蠢啊 重新穿一下可以好吗 好了 聪明啊兄弟 重新穿一下就好了 重新穿一下就好了 那还可以 那还可以 需要重新穿一下才会减40% 这不就中甲吗 兄弟写着重型好吧 四件重型啊 你都没好看 对你很失望 来技能点看一下啊 他这个堡垒呢 增加耐力 堡垒要点的 我觉得堡垒是要点的呀 堡垒是个主动技能 要点的 堡垒要点一个堡垒的 要堡一个堡一个堡一个 耐力加两点 就是他半坛嘛 要堡垒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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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